等着啊 爹教你 你先看看 这两本账册 有何不同啊 一个字大 一个字小 你还是太年轻了 这个账册呢 是我们自己看的 这个账册呢 是给城府私看 为什么要做两个账册啊 这座生意啊 轻随不在座 在于藏 有些人拼死拼活地赚钱 最后还不是交了等量的税 给城府私了 若是我们能从这税中扣除一些 岂不是花了更少的力气 比别人赚了更多的钱 那不就是做假账 嘘 嘘 笑我点声 你这是要让城府私听到了 把你爹抓去了不是 进来吧 表哥 你来了 我们走吧 大伯 我带夏兰去灯会 好 去吧 早去早回 知道了 爹 走吧 夏德水果然有两个长子 我要这两个 表哥 表哥 你今日怎么如此心不在焉 最近太忙了 你休息好 我懂 再忙还是要注意身体 你放心 等过几日 我便跟爹爹说 撕了你和夏兰宾的婚约 虽然是死丫头是家人了 但还霸占着婚约 真是的 我们俩在一块儿 还是得明正言顺 你说是不是 对了呢 你知道大伯 平日会把账策放在何处吗 怎么突然干这个 其实刚才我听到你们谈话了 阴阳账策不过是密而不宣的事 我现在在城府私 若是需要我的帮助 当然亦不重赐 多谢表哥 账策 应该在我爹屋内吧 下次我问问他 对呀 不说这些了 表哥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两个花灯吗 因为兔子 一直陪伴着月亮 就像你 一直陪伴着我